现在食安的风暴也让不用油的气炸锅相当热销 无油料理非常热门 利用食材本身的油脂来做菜 其实美味不减还非常健康 肉丝放进热锅快炒 每一会就香味四溢 起锅后已经有少量的油脂在锅内 这时候青椒下锅炒 放入肉丝继续拌炒 青椒肉丝就可以上桌 无油炒菜一点也不难 糖啊 用米酒啊 用酱油先腌过 炒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有油香 而且会比较暖嫩 不过煎鱼鱼其实也可以不需要油 专家有几点小配方跟大家分享 你的锅子很热的时候 你的那个鱼肉下去的时候 那个蛋白质比较不会沾黏 蛋白质还没有凝结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给它翻锅 如果你去给它翻的话 那整个鱼就会煎得是不香 民众对食安眉信心无油料里夯 连带也让气炸锅商品销售量 大幅成长了八成 其实做菜烧点油也健康一些 这种效仰于盛行台北采访报导 就算打质了两次创约灼 col 第一次创屋 先板电门 大幅 大幅 感谢观看